民营金融没有放开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以这种方式更直接的 更快的给缓和一下 他们的增加就业 增加老百姓收入的 这样的一些选择空间 好 谢谢 谢谢五位嘉宾的讨论 谢谢 股价继续调整 就是建仓的好事情 我觉得接着下来 股市和房市都会接着往上涨 就是说在一个泡沫经济的时代 你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赌 要么不赌 股市上下跌的时候 也可以赚钱 上涨的时候更可以赚钱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确 那半天我们从一开始 对于通涨的预期 再加上这个物价 大家非常关心 现在在这个时刻当中 到底我该如何 投资我身边的钱 我是继续放在我的银行呢 还是像刚刚大家所说的 有的人讲说 我买房子是最好的 房子是抵御通货膨胀 最佳的保证 真的是如此吗 在座的五位 有没有最近买房子的 有没有哪位 说实话 哎呦 志成兄 两个月以前摆的 两个月以前摆的 当时是相似吗 我感觉房子还要涨 你感觉房子还要涨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时刻当中 最好的抵御 这个通货膨胀的预期 是买房子 就是买房子这种投资方式 一定要等房价 比较低的时候 就是跌下来的时候 当然去年11月份 是最好的时候 但是说句实话 在11月份的时候 谁也不敢买房 那时候房价 北京的房价 如果按11月份的价格看 很多好的预算 已经涨了一倍了 当时买多好 但是那个时候 99.9%的人 是不敢买房 不谈往事 只谈现在 你的建议 你觉得现在投资 我觉得 如果股价继续调整 就是建仓的好时机 房子要等它跌下来再买 房子会有力跌的 股价已经跌了 房子也会跌的 你如果想到通货膨胀的话 一定要买资产 当然你不能随便乱买 还要听专家建议买 我先问一下曹老师 你对所有的观众消费者来讲 投资人也好 你对他的投资的建议 最好的渠道是什么 如果你钱比较多 不仅股票 你还可以炒房间的 所以说这是根据情况 而且我可以这样说 在股市上下跌的时候 也可以赚钱 上涨的时候更可以赚钱 那就看你会不会炒 所以说不在于这个点 不是炒点 是炒股 那就是说呢 不止所有的人都可以进股市的 好 来 谢百三 他是进股市的 我是进股市的 而且我感觉到呢 刚才问了几个朋友都没进 我真的很为你们遗憾 并不是你假的 都亏的 有亏的 也有挣的 从1600涨到3200 大部分人是挣的 07年 06年的时候 从1000点 涨到07年 这个10月份的6000点 90%的人也是震的 你为什么不在1000点进去呢 那么现在倒过来 从6000点 对到1000点 1600 当然大部分人是亏的了 所以你要看 是解放军 在打过长江 消灭国民党 这个时候 你赶快参加解放军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很危险 但百三也别忘了 我不是说政治啊 百三百三 现在是国共合作一家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国共一家 对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 国共一家 我这个举个例子 举例子 举例子 所以我说呢 我讲一句话 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 所以尤其是 制定政策的人 如果看这个节目 你房地产不能涨 房地产不能涨 我觉得对的 对吧 物价不能涨 也是对的 就是股市不能打压 你股市一打压 那两个地方就轰起来 他没地方去了 真的没地方去了 你们人从这样说法吗 我先看一下 这是股市不能打压 其他都可以 卸白骨 你现在在 你是白骨 不是不是 好 来 等一下 制高 就是股市不能打压 这个看法 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坚决不能 坚决就是 唯一什么都可以 就是一定要打压股市 我刚才说了 曹老师跟谢老师 他们二位的讲的话里面 有个核心叫炒 炒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的浅白一点 就是赌 就是说现在流动性太多了 钱太多了 你拿钱干什么呢 去赌 下场去赌 那么刚才谢老师问了一句 你为什么不在1000点进去 为什么不在6000点出来呢 那么我来问谢老师 你有没有在1000点进去 在4、6000点出来呢 这是没有我知道的 我问你个问题 你有没有投入股市 有 是 现在有仓位是多少 这个我不能讲 这个我不能讲 不是 你这有点清败他 投入股市了 没事 你清败他这样 财务隐私不行了 来请 你听话话说完 你听话话说完 赌是可以的 就是说在一个泡沫经济的时代 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要么赌 要么不赌 我的意思是 无论你赌还是不赌 你要想明白 你要想清楚你在做什么 这就是我今天的选择 我纠正你一点 炒不等于赌 你这个是 关键 等一下 等一下 曹老师还没讲完 这个在证券法里头 都有炒在 叫国有企业部的炒股 不是证券法 我起草证券法的 你不能说炒 炒是大家在这个市场上运作 对 谢谢曹老师的说明 是两个概念 再次说明 曹老师他炒你的是证券法 不是赌博法 谢谢 来 志武兄 其实我觉得 刚才我们说了半天 如果信贷政策接着下来 真的是适度宽松 也就是说 在年底结束之前 全年总的信贷增量 是十万亿人民币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接着下来 股市和房市都会 接着往上涨 至少好几个月 会得更长时间 因为从去年开始 一直到最近 很多的房地产企业 基本上没有去开新的项目 所以在这个时候 钱一方面是多了 但是另一方面的供机 短期之内 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供机量 不可能增加的太多 所以房市的供需的不平衡 再会维持几个月 谢谢 好 最后时间请总结 百三 我其实感觉到 中国的经济三架马车 一个出口 一个投资 还有一个消费 其实 出口现在不行了 全世界我们都跌了百分之二十几 消费其实很难启动 为什么很难启动呢 老百姓五个需求 住房 还有看病 一个病一生就是五万十万 还有读大学 读研究生 也要花几万 还有一个就是下岗 还有个养老 这五个需求没有完成以前 大家不敢消费 所以这种情况下 目前这种情况 中央的货币政策 我也觉得是 目前所有选择当中 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没法改 但是我相信中国经济 长远来讲 还是比较光明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来 我希望今后 接着下来的管理层 能够利用这次金融危机 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改革 结构方面的改革 使得中国的民间消费的动力 老百姓的收入 真正的能够有增长的基础 好 谢谢 来 继续刚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 我很同意 接着我刚才讲的 你不知道投资什么好 因为那泡沫经济的时代 什么都有风险 楼市也很高 股市也很高 黄金就那么可靠吗 也不一定 是吧 怎么办呢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你要么赌 要么不赌 总之你要想清楚 你要想明白 你要想清楚自己所冒的风险 OK 这就是我的建议 好 谢谢 好 陈黄金 陈老师 说点大实话 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希望老百姓收入越来越多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投资市场上赚钱 谢谢 何志成 投资股票 投资房地产 要抓住时机 要抓住转折期 这个转折期 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前后 就有了 谢谢五位嘉宾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到底今天为什么会出场这场节目呢 今天这个节目不是要你去赌博 你把你的钱是赌在曹老师跟谢老师这边 支持股市放在这一块 或者还是放到我们旁边 你看到左边的废派有志刚有志武还有志成 但是三个不是有志一同 各有各的看法 任何的理财绝对不是一场赌博 但是我们知道在去年此时你还记得吗 大家都赔了 大家都是哀嚎片眼 今年此时看到楼市涨了 看到股市又涨了 你可能又心花怒放起来 这场节目只是希望透过刚刚一个小时辩论 让你补充 我们了解宏观的大趋势 了解货币政策的走向 了解我们怎么解读政府的讯息 只有投资财经知识 只有关心整个的宏观动态 才是安家立命的最好的方法 希望你有收获 谢谢收看下周见 谢谢 谢谢曹老师 谢谢曹老师 谢谢白三兄 曹老师来拍照一下 接着为您播出时续指动车 志刚谢谢 来来谢谢四诚来拍下照了 谢谢所有的嘉宾 谢谢 谢谢墨谈